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万枚以太坊啊 价值多少钱各位 2亿300多万啊 从coincheck转移到位置地址 那么昨天的下午的比特币 乘在4年的比特币 我们的老师在查技术 我们都一直在跟踪这个数据 这个乘在4年的比特币 3623枚比特币 那么也是一亿多美金啊 想想这4年多来 这些大的数据从来没有动过 因为我们曾经的被标注大的规矩地址 有庞斯1号 庞斯2号 那么曾经的庞斯这个1号地址啊 就是说我们在查询的这些数据 技术老师在查询这些数据 这个为什么要标注旁斯1旁斯2呢 那你在严重不是 不是被电视围吃一仓了嘛 对不对 那么你在高价位的时候 比特币46万 以太坊3万的时候 你为什么项目方不跟他 全部把你的资产转移呢 为什么到今天来讲 4年多来从来没有全部转移出去的 昨天上午11点8 9点49分的时候 比特币3623枚比特币 晚上 这么晚上的时候 这个以太坊是10万枚 这么多大的币 从他的地址全部卷移出去 那大家他要做这些动作是干嘛呢 而且在三个月之前 买入4年2亿美金的比特币 也就是说昨天移民神秘钱包 大家想啊 谁能够一下子买这么多比特币啊 在整个币券当中 整个啊 持有数字资产的 最多的是谁 大家也应该明白了吧 对不对 啊 是不是 那么你出现了那么多的 那么多的地址的转移 然后再加上 11月15号 OSL与华银证券 坚属策略合作协议 他主要也是推动香港 数字资产 他的生态圈 年数两天 11月28号 OSL与银透证券 也向人数散户 已经打开了这个口子 能够交易买卖 对不对 交易买卖他的比特币以太坊 那么昨天胜利证券 在24号的时候 胜利证券 只是一个达成战略合作的 一个伙伴 那么从昨天开始 又以胜利证券 扩展数字资产 交易服务 至香港零售投资者 那么刚才又出来了 与比特币以太坊 交易服务 胜利证券 华银证券 银透证券 为什么我们四大外资银行 与我们港府复联复通 为什么不是我们 内地的商业银行呢 因为商业银行 不是港府指定的数字资产银行 我们大量的数据的趋劲 一定与这些指定的四大银行 恒生银行 惠惠银行 这四大银行进行合作 那么我们的出清口子也出来了 那么是不是 那么由于昨天 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消息 也就是说香港证券和七贺专业总会 官方网站发布的 2024年至2025年 严度财政预算案意见 建设考虑推迟 首次代币发行ICO机制 这个ICO 这个ICO它是私募的形式 IPO它是公募的形式 面对企业之间 那么你欧交署 它现在要推出 首次代币发行ICO机制 那么是不是我们欧交署 它是不是要上架 它的产品呢 它所有的通知化代币 你与这个证券与那个证券 而且散付也没有 像散付已经开放了 比特币以太坊 但是你尊重大的币种 还没有上架 欧洲署它上架15到20个币种 现在目前是不是 还没有看到它的币种上架 口子已经打开了 各位 对吗 是不是 那么我们既然 我们包包做的是一个支付 理财的一个钱包 那么你是不是也要 遵循我们国家的这个标准啊 你支付记账啊 你记账是在区块链上面 对不对 所以说国家标准成12月1号 今天 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参考架构 这个规则也已经出来了 其实这个规则是在今年的5月23号 5月23号发布 那么从12月1号 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 这个规则 到12月1号正式实施 那么是不是今天 那么这个实施 它是哪些权威机构 工信部 工业和信息部 它是国家数据的最高权威机构 发布的 对吗 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 这个欧九署 它的口子打开了 银行也复联复通了 那么我们 辅政帮 它提出来 10月28号 提出来告诉你们大家 我们技术完善了 安全测试 最后一步也完善了 那么监管也在一一的落地了 那告诉大家 你们要加快速度上产品 对不对 一条一条的资讯 都是官方的消息 一条一条的资讯出来的 是不是 那么数字货币桥 穆长青昨天谈到的 数字货币桥 即将进入商业应用阶段 香港的快速零售支付系统 快速零售支付系统 赚速快 称资数字人民币 钱包的技术测试 正在 提出来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 你看懂了 你整个货币桥的 商业应用 进入 最后的阶段 是不是 你必须要上架这个货币桥啊 香港你看速的零售支付系统 那么我们 欧交署落地了 这个口子开了 面前大部分的散布 俱车了 你在香港 开一个付 正在银行去开一个付 那么你直接可以进入到欧交署里面 你进入到欧交署里面 你就可以数字人民币 快速地称资 ECNY 钱包技术 这个测试 已经 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这些东西 而且 币安昨天的 赵长鹏 才卸任 两天时间 那么 币安CEO 连接Web3 钱包创建数 达到一百万 那么 是不是已经 前面已经示范出来了 11月份 很多的钱包 浮出水面 那么 这两天 牧长群 与 福正邦 他们 这 谈到最多的 也就是这个钱包 福正邦谈到的 跨链钱包 AI机器人 然后我们 欧交署 他有一个最大的 最牛逼的技术 团队 他在香港 有最 大的 这个保险公司 而且是家族 企业的保险公司 大家是不是 这很多东西 已经明朗化了 是不是 我们这个包包 是不是 也马上 要浮出水面了 对不对 那么你 你包包出来 关系的 我们经常讲的 我们数字 人民币的落地 那么 牧长群已经讲了 你的数字 跨境支付 以数字人民币 快速地进入 商业应用阶段 而且在北京 公共领域的 中税 税费 争交的应用 是不是 跨境电商 中国银行 跨境电商 B2B 数字人民币 应用 解决方案 发布 你看 这所有的规则 都出来了 你最终关注的 就是说数字人民币的 广泛应用 落地 一带一路 这么多 与国家 与数字人民币 签署互换协议 而且包括你的电商 是中国银行提出 这个解决方案的 你跨境电商 B2B 以数字人民币 北京的 公共领域 税费 老师交捺 老师发放工资 等等 都说以数字人民币 说明了 我们数字人民币 早已经落地了 那么而且 福政币提到了 要加快速度 上加你的 所有 真实资产 通众化代币 你要上加 欧交所 而且你所有的 15到20个币 马上就要 出来 那么你欧交所 你要落地了 你的包包 是不是浮泄出来了 四年多了 从来没有 钢方 从来没有提出说 我拿个钱包 对不对 然后福政币 再一次的 答新闻 既然已经讲到了 我们这个钱包 它有这么牛 有牛出钱包 跨多链钱包 而且有AI机器人 我们包括是18年 就提出了 AI机器人 智能币专 亮话 对不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牧场群 在深圳 这一次会议 要很多 货币数字货币桥账会议 谈到了 无损 活归 复通 央行数字 人民币 做到 并避 护化 但是你一定要 遵循在货币桥上的 钱包和商业 运用的 这个 活归信 一定要遵循 反洗票票 这个 监管 所以很多的事情 已经明朗化了 我们就关注 那很多人说 哎呀 你不是说了 十月份我们的APP出来 那么官方是不是 他讲话 他是不是 他不是像小孩子讲话一样 他说 你一定 十月 APP出来 你一定是什么 就是预计 很快 就上APP 所以说 我相信 他也迟不了几天啊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些 所有的消息 你不管现在在市面上 流传出来的 哪个手码 这个手码 那个手码 千万不要去下载 各位 一定要等待着 我们这个直播间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信息 是最前沿的 而且是最早拿到的 包包的 欧交所的 大家尽心的等待吧 还有两周 一切曙光 再见 好吧 上午就讲到这里啊 我在白天 马拉边 太吵了啊 安心等待 完整 哎 大方老师 哎呀 其实你这后面的声音啊 挺好听 其实 好吧 包括一些声音 人的欢笑声 这就是开网的一种热热热热热的场面啊 我就挺好 对呀 你看我昨天发了信息 晚上快12点的时候 我不是发了消息吗 对不对 这个消息 大家很多人肯定会知道啊 但是有些话 我该说的 我会说 不该说的 我不会说 大家就尽情的关注 两周后啊 一切都会增加大白啊 一切就会沿着我们的期待 去走 好不好 哎呀 太好 太好了 对 四季度末 四季度末 双节点 提现 哎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双节点 提现 四季度末 双节点 提现 双节点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自己去悟吧 大家自己去悟吧 好不好 好嘞好嘞好嘞 另外还有一个叫 是这个叫 什么什么S 什么什么M卡 那个卡是什么卡 BSM卡 这个我在直播间 已经分享了两次了 这个BSM卡 它是什么样的卡 它是中国电信 我们曾经 我们的包包 家人曾经 这个莫长群提到了 是不是与三大运营商 合作 对不对 受到人民币的推出 是不是与三大运营商 合作 你速度供链 它是基于区块链 底层技术的解决方案 是吗 对不对 那么你是去 解决方案 那我们的电信运营商 它是针对于 所有的数据 你可以什么样的 你所有的数据 通过在我们运营商 开发出来 这个BSM卡 这个BSM卡 它就是说 你这个卡呢 你的手机号码 你把这个卡 装进你的手机里面 你所有 它可以生成你的 私钥和助记池 如果 当你的 这个数据 被黑开和木马 来攻击的话 那么这个BSM卡 它可以 自毁你 被攻击的 这个系统 对不对 那能够就是 抵御外面的 木马病毒的 这个系统 它能够起到 一个保护作用 然后就说 你的数据 丢失了 这个电信运营商 它可以帮你找回来 所以说BSM卡 是我们自主的 我们研发了这个卡 所以说大量的数据 都会在我们 BSM卡里面 去操作的 这个是不是 就前几个月 我们在周围间说 电信要推出一个 超级SM卡 是不是跟这个概念 是一样 对啊 就是这个 哦 明白明白明白了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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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那这个卡 不需要推广吧 这个不需要推广 你不是有账号吗 你的手机号 不是有账号吗 但是这个 这个这个 上面怎么安排 我们不知道啊 但是我们 就知道这些消息啊 是不是 我们就知道 这些消息 对不对 对对对 这是好消息 中的好消息 弄起来吧 真的 现在已经 到最后一半公里了 是吧 是的是的 嗯 是的是的 真的天要亮了 真的天要亮了 好了 这下我们这个 十年多的煎熬 也就到此就结束了 这个卡顺利发行的 说明稳定币 监管政策 这个月快要落地了 是不是有这个 有这么个说法 大方老师 四季度目啊 你在稳定币这个 这个肩膀通寒里面不是讲了吗 对不对 嗯 那么说你的数据 关联上面发行的 这个CNHC和港元稳定币 港元稳定币 它未来就取代的就是 美元啊 是吧 因为你为什么用自己的 法币所限的支付 支付型的稳定币呢 他就是说你 防止这个 避免这个资金外流啊 是不是 因我们的稳定币 他的稳定性比较强一点 而且对我们整个大的数据 在这个救赎当中 他起到一个 桥梁的作用啊 所以说这个稳定币是 非常非常那个好的 啊 你聊 嗯 我的小